资深艺人脱线的弟弟曾泽熙是新竹非常有名的婚宴主持人 在上个礼拜六曾泽熙突然在舞台上昏倒 紧急送医还是不治 家属说这个曾泽熙呢本来就有心律不整的毛病 最近结婚场子非常多 没想到他这样赶托主持竟然让他拼掉了一条命 感情投入卖力演唱绝不允许人场的状况发生 六十岁的曾泽熙是艺人脱线的弟弟 主持风格幽默是新竹非常有名的婚宴主持人 上个星期六曾泽熙在他最熟悉的舞台上 话讲到一半突然倒地处死 陪着曾泽熙一同跑塌三十多年的太太心非常痛 她说适逢百年结婚潮 夫妻俩最近的case特别多 星期六当天中午场赶完紧接着又赶晚上的婚宴 曾泽熙本来就有心律不整的毛病 谁也没有想到他在舞台上告别演出 很可惜啦 很惋惜啦 因为他很好相处 家人说选举快到了 曾泽熙本来还希望能够多组成几个选举场子 为支持的政党拉票 但这个心愿没有办法完成 他也没想到他一定是长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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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